看这路上全是饼 咋吃了一会儿 看看我们家这边天多蓝 经常都是晴空万里 这天冷了 这得吃大鹅 还完事了 我们农村一到冬天 就是经常杀大鹅杀公鸡 那家杀大鹅一会儿就得炖了 看他家园子里的雪好多 这是没有清的雪 这一冬天 那雪会积累很高的 有个玉米桿子写两个字 这雪表面都硬了 不好写字了 真的不好写字了 硬了 哇 我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 拆不到我想干嘛 就要看 就塌了 看 像棉花糖一样 雪白雪白的 还冒得金光 你们吃过雪吗 我替你们尝一尝 还可以 今天的雪挺杰克的 这是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这天看起来不是特别冷 但是走一会儿的话 真的动手了 两个手指冬紫了 你看我这两只手的手指全冬紫了 雨雪了 往回家走了